劳动部基本工资省议委员会 在今天正式拍板 明年元旦起基本工资 调涨的幅度是4.05% 热薪调为27470元 时薪调到183元 而这也是蔡政府任内连巴掌 对此资方委员表示尊重结论 但强调制造业景气真的不好 而原本期待调幅能够达到 6%的劳方委员则是回应 不满意但是接受 不过民众普遍感到无奈 因为台湾人的薪水涨幅 最近几年根本就追不上通膨的速度 正式拍板基本工资连巴掌 8号劳动部召开基本工资省议委员会 资方考量经济成长率不理想 调幅太高企业主撑不住 但劳方认为通膨严重影响民生 再不调编辑劳工日子过不下去 我觉得应该要调 因为现在基本上的劳工界的收入都太低 跟不上通膨 所以我还觉得调的太少 说真的如果现在是老板的角度来讲 其实都是冲突的 但在那个劳工方面 我们当然很希望调长 唯一能救的应该是把我们台湾的景气做好 针对明年度调幅 审议会上老团喊出希望调长6%到6.8% 但资方希望不要高于3% 最后综合考量GDP和CPI指数 拍板月薪调制27470元 时薪则是调为183元 整体调幅4.05% 赞概前则工业总会的立场 我们尊重部长的裁定 物价又那么高 跟资方大家共同的一个协商 我们不满意 但还是接受了 产业景气差异大 怎么平衡薪资调长和企业发展 还是一大口验 借同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 为了提升国内旅馆业的品质 观光局从2009年推动新级旅馆评件 找来具有旅馆经营 或者是商务人事背景 并且熟悉旅馆的学者或专家 担任秘密课 分批以消费者的角度 入住体验 至于评分的标准 则是分为建筑硬体设备 跟服务品质两大项目 目前国内一共有215家饭店跟旅馆 取得了新级认证 不过摘新之后 业者每三年还是得重新的评鉴一次 确保品质是有一定程度的保证 入住饭店旅馆 从服务环境设施到餐饮 都是体验感受的一环 为了提升国内旅馆业的品质 观光局从2009年 开始推动新级旅馆评件 找来具旅馆经营 或商务人事背景 并熟悉旅馆的学者或专家 担任秘密课 分批以消费者的角度 入住体验跟评件 而评分标准分为建筑硬体设备 跟服务品质 两大项目总分1000分 按照分数 有一星到卓越五星的等级 目前在国内有两家 获得卓越五星级的饭店 至于五星级的饭店旅馆 也占了37家 这当中还有业者 连续获得两次的星级认证 截至今年8月 全台共有215家饭店 跟旅馆取得星级认证 但摘星之后 业者每三年还是得重新评欠一次 确保品质在线 如果一间好的饭店的餐饮 也很好的话 那就超加分 离岛的部分可能比较少 但是希望是全国各地的 都能够鼓励来参加 为了吸引更多业者申请 观光局寄出十万元的旅游金 邀请民众分享 星级旅馆住宿体验 就盼国内星级旅馆名单更加丰富 提供民众出游更多选择 这里属于林夕台北采访报道 同样是新建案疑似出包的意外 无独有偶的是发生在 新北市三重区的大同南路 灌江水泥灌破了林宅的墙壁 住户三楼整个地板 全部都是水泥 就连天花板也是被击垮 三楼墙面破了一个大洞 隔壁建案水泥灌进民宅 不只墙面均裂 地面楼梯全遭殃 就连青钢架天花板 也被击垮一半 草间人命没发生什么事 你们就不当一回事 实在太气了 整间屋子布满水泥 到底是要怎么住人 屋主不忍了 当场痛骂 他说先前一厢市府单位 不断投诉 却都得不到回应 没想到这回真的出事了 蹦一声就发现说 完蛋了 三楼全部都是混泥土 从三楼流到二楼 担心到彻夜未眠 还好当时即使逃生 但现在变成这样 到底有谁能负责 跨章事件就发生在 新北市三重 大同南路的一间民宅 屋主控诉隔壁建案 从拆除到新建 出现各种状况 从去年八月起 就向市府陈勤 多达九字 不过似乎都没人理 直到七到下午一点多 水泥灌破墙 由先生才找当地的议员协助 公务单位接获通报 才来会勘 进击勒令停工 在没有完成后续 损零赔偿的状况下 会遇猎管 不予核发使用执照 初步判断应该是厂商 施工不慎 间距太近 加上灌漿石爆磨 才会酿货 而目前已经要求厂商 清除民宅水泥 还要负责 由先生一家安置费用 也进一步确认 建筑结构安全性 而建商违规 依建筑法最高 可开罚到九万元 建筑公安连环报 民众就算有家 也是住的 先驚驚驚 记者朋友 杨文豪好 卢国聪新北报道 台北市大直街民宅 在他县有专家就分析了 这起事故 除了是施工不慎 还有可能是因为 大直地区就位在 基隆河沿县 地质条件本来就不好 而外界现在也很担心咯 大直地区有部分 是位在土壤异化区 是否代表地质不佳 会使得建物的风险提高呢 而全台湾 土壤异化高潜市地区 是不是也会面临 类似的危机 北市中山区大直街一带 因建案工程意外 导致多栋民宅下陷 对于整起事故的发生原因 国内有专家认为 除了施工不慎之外 因为大直地区位在 基隆河沿县 本身地质条件就不佳 这边的地质 是非常非常软弱的黏土 就像那种非常吸的牙膏一样 那会有很大的力量 去挤压连续壁 而产生非常大的变形 台北盆地经常会有 这种现象出来 因为你有基隆河 有信电锡 一般就是说碰到沙尘 那沙尘因为它很容易含水 开花如果地基深的话 那水压就会很大 就造成这种现象就是 专家进一步指出 现在的大直地区 有多处是当年基隆河 进行节湾取值工程后的新生地 若有建案施工 就得更加谨慎 外界也有民众忧心 大直地区有部分位在土壤异化区 是否代表地质不佳 会使建筑风险提高 看看地调所公布的 全台土壤异化 高前市地区的面积 嘉义县高达53.15% 彰化县宜兰县也都超过四成 台北市也超过两成 那今天这种当然不是土壤异化 因为没有地震嘛 但是这种地质来讲 在地震的时候 也会造成土壤异化 专家认为 民宅下县跟土壤异化较无关联 但地质脆弱区域 不论是建筑还是防震 都得小心在手心 这次陈寗一干二弟 台北报道